字幕提供 話這麼快 我們今次參加永安旅遊的泰北風情 綠天觀光之旅 已經來到最後一天了 連日來去了不少地方觀光 風景和文化都令人很難忘 最後一站我們就留在青蔓繼續行程 玩到最後一刻 東南亞地區盛產多種水果 來到泰國青蔓當然不可以錯過 今次就有一個驚喜行程 導遊帶我們來到有青蔓水果街之稱的 生果批發市場 萬買市場 用批發價錢即場購買最新鮮的時令水果 市場內齊集大部分泰國有的水果 包括香港人最熟悉的椰青 山竹 龍眼榴槤等等 而榴槤更加選擇豐富 除了最出名的金枕頭 長餅 還有香港少見的青梨 全部味道各有優點 市場內有不少店舖 提供即開即食服務 可以坐下慢慢走 試多幾個品種都可以 今次我們就即場開了一個長餅榴槤 大概450泰豬 長餅榴槤外形較為圓潤 味道香甜 肉質creamy 另外還有即開的椰青水 每個30泰豬 清甜解渴 之後我們就坐督督車 由青蔓古城 青蔓古城裡面有很多佛廟 喜歡看歷史建築的話一定會大開眼界 其中位於古城中心位置的大佛塔子最大最雲位 大佛塔子又叫做契狄籠子 建於1411年 這裡是由蘭納王國的薩曼買王所興建 建築設計容納蘭納、印度、石蘭等等多個風格 有近80米高 曾經因為戰爭和地震而損毀 但經過收復後依然是古城最高的建築物 大佛塔子裡面有多種大大小小的寺廟 風格各有不同 去日本旅行會穿和服 來到泰國旅行 緊要換上泰服打卡拍照 永安旅遊緊貼最新的潮流 在行程上新增了泰服體驗的環節 我們來到百年古蹟欽湯花佛寺 參觀時有機會試穿傳統泰服 一定要多拍幾張照片打卡留念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到清邁古城西郊的掃貼山 掃貼山之所以有名氣 是因為山上的雙龍寺 是泰國著名的佛教聖地 以前想參觀雙龍寺 就要先走上306級樓梯 而樓梯兩旁有兩大守護者 那家和馬卡拉守護 由於他們外形好似中國的龍 所以這裡中文名就叫雙龍寺 現在去雙龍寺就不需要再走樓梯這麼辛苦 可以坐纜車上山 入寺廟時有嚴格的服裝規定 一定不可以穿短褲短裙 雙龍寺主要是用金色來做裝修 天氣好時可以欣賞到金光閃閃的寺廟建築 而裡面東南西北角都有佛殿 正宗位置放了社利佛塔 吸引世界各地的信眾和遊客來參觀 今次實事跟團貼地遊的泰北之旅 暫時告一段落 泰北還有很多景點等大家親自來探索 有很多地方不靠旅行團的安排 的確是難以到達 我們去了這麼多景點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哪一個呢? 我們下次再見啦